我们的习题是这样 我这边放了一个家庭作业 然后有一个创作公用 搜寻你分享 这是我们这次出的习题 那这个习题呢 我们刚刚也放在Facebook上面当习题 就是这四题 找出一张授权为姓名标示的照片 我们要姓名标示的话 你拿姓名标示非商业性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拿只是姓名标示的 那一个授权的作品 所以每一个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第二个 我真的找还真的很难找 所以就放宽一点 因为大部分非商业性 他都会要求要相同方式分享 所以这一种授权是比较多的 但是只有非商业性的真的很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这四题 我们要去找出这样的资源 然后这样的音乐 这样的照片 这样的音乐 这样的电子书 然后呢 把这些通通都正确标示放上网 那我找到的是像这个 Flick里面的这一张照片 它是姓名标示的授权 看一下 你仔细看一下 它是不是姓名标示的授权 OK 它是不是这里姓名标示 所以是姓名标示授权 没有错 那 所以这一个照片是属于姓名标示授权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找这样的音乐 但是前面只有姓名标示和非商业性 真的很难找 所以我就放宽了 变成有相同方式分享 那我找到一个有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权 是这样 姓名标示 非商业性 相同方式分享 OK 好 那所以 这个是Giamando Giamando这个网站 我觉得很棒 它里面有很多音乐 都是创作公用授权的音乐 所以你可以拿来配音 拿来配音 配那个你要做动画的音乐 是很棒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要找电子书 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不会找 那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的电子书 那像我找到这一本 这一本是 我肯定要看忙 就是维基百科的那个维基基金会 那里面他就有 Java programming Print version 那他的授权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Licensing 这个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 OK 我们是出这个吗 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 没错 所以就这一本书是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 不好找对不对 好像要找到很正确的授权不好找 那一个办法是你从这个创作公用的网站 你看他其实有个搜寻入口 这是中文版的搜寻入口 那你可以找一些 但是我觉得从这里找也不见得都会很正确 那这里还有一个使用搜寻条款 搜寻还有 它有all cc by cc by nc nc nd 那就是六种授权都在这里 OK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来找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打Java 那他会找出像这样的授权的 但是问题是我要找的是电子书 对不对 那如果网页也算的话那OK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一本书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找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说 那他这个为什么他找出来就一定是那个授权 我们看一下他的进阶搜寻 这里他的词写Java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这里写可任意使用或分享 这是Google的一个使用权条件限制的搜寻 那有时候我觉得他这样子有点怪怪 他这样写我反而看不懂 到底他对应的是哪一个创用授权 可是其实他每个都对应了一个创用授权 可是他不够啊 人家有六种他才这几种而已 但是呢 我们是从这边搜寻进来的嘛 这边用那个使用搜寻条件搜寻 这样应该会比较精准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用 刚刚那个是什么 这个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 那就是 对 姓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的音乐 那我就在这里用by by和sa 应该是这个 那去搜寻 搜寻会比较容易 那我可以选择 所以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下Google的查询 试试看 OK可以了 你叫Google查询下下去 然后这样子找出来 应该会对应 如果他做的对的话 如果他的搜寻引擎没做对应 那可能就会搜寻上面会有些问题 看起来像对了 OK 所以目前我觉得一个方法是这样 其实Google有提供 但是我觉得他的中文没有照人家创作公用的方式 那你可以 你看他这里 as rights 他这样写 有没有 然后呢 他又要剪掉 这个 有点复杂 因为Google的搜寻不是照创作公用 他是 他是自己 就是 就是 就是他有一点连击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要剪掉 这样有点怪 还是用从这边进来会比较好 还是从这个 这个搜寻路口进来 我觉得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搜寻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你的东西对不对 来我先说明一下 刚东西都找到了嘛 那问题是这个不只是要搜寻而已 我们还要分享 那很多同学呢 你分享的时候没有注意一件事 就是 第一个 你 下载下来 我们这题没有要下载 对不对 只是要分享 那虽然我们没有下载 我这样分享 其实我们是把它当成说 我如果下载下来放在这里 其实也是合法的 那我们为了节省空间不做这个动作 那如果我把它下载下来放在这里 分享也是合法的 但是分享的时候 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创作公用所有授权 通通都要求要姓名标示 所以你应该标示一下作者 不然的话人家拿到这个 万一他这个图里面没有作者 你不就找不到 像比如说 这一张图好了 这张图如果你已经把它下载下来 你就只有这张图了 旁边的授权就通通都没有了 那这时候你还只放了这张图 那他的授权到底是什么 就搞不清楚 所以你最好下载下来之后呢 你要能够标示他的作者 那我觉得更好的是 直接标示原始来源的网址 如果你标示原始来源的网址 这样子人家就可以确认说 你的授权对不对 不然的话万一你标示错了 他用了他被告 那这样子 这样子不是你害了他 那另外一个是要标示授权 这是所有创作公用的 的授权几乎都要求要 就是说你要去标示那个授权 那标示授权 你不是说只写姓名标示 这样子不好 你要把他的那个授权 王子也放进去 那我在这里 我是用超连结的方式做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写王子 但是会很长 我用超连结看起来会短一点 所以请你记得要标示授权和作者 ok 那这样子不介好 最好标示原文的来源 ok 那我有看到有一些同学呢 像像 王命连这边呢 他是有写说这个 然后呢 他是什么授权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授权的 王子标上去 那答案是对啦 但是感觉不够完整 不够完整 那 最好是尽可能 在你标示的时候 尽可能的完整 比较好 那其他同学 我们看一下 像 ok 陈俊安的 ok 他把这个写上去 可是这里有个问题 他现在标示的是题目A 然后呢 题目B 题目C 啊这个边123 到底E是A吗 这里有个问题 你会觉得他标示不清楚 ok 好 那再来这个林律楼 我们看一下好了 授权 这跟王兵琴的写法是差不多 阿三是没有 这是找不到吗 好 那 这边 ok 姓名标示 照片 这样不够清楚 姓名标示 你这边写姓名标示 人家不一定能够体会说他是创作公用授权的那个姓名标示 所以最好是他不是告诉你说要有授权网址 授权网址是比较好 所以这一个 如果你今天是这样连结的方式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是假设说你如果把它下载下来再分享 那你这样做就会有问题 所以尽可能标示清楚 比较好 好 那各位再稍微可以用一下刚刚那个Google搜寻的那个创用的这个搜寻 再去搜寻看看 就这里搜寻入口 这边 你可以稍微搜寻一下你想要的资源 好 再试试看 好 按摩 对 这是 不是